为方便地方居民及高工局员工 在泰山连接古道1号的扎道上 设置了一座高工局公车站 有多达10条线的公车客运停靠 日前有民众反映 新设的公车站后车停 若等候乘客较多人时 无法遮封闭雨 立委洪梦凯特别前往现场办理会刊 新设的高速公路局前的公车站 确实没有符合一般民众的需求 因为往来上下班通勤的民众非常的多 而短时间涌入大量的人潮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让大家满足遮风避雨的需求 再者现在的公共艺术相对来讲见仁见智 但是没有办法符合实际的需求 这就是一种浪费 立委洪梦凯指出新设的高工局公车站后车停 虽然是以公共艺术造型设计施作 但若无法符合等车民众挡风遮雨的需求 就是一种浪费 除了要求高工局赶快把原有的工程给尽速的完工以外 我们更要求高工局增设等候区 能够在排队的路线上面有这个简易的遮雨遮阳棚 让民众在等待公车的时候 能够有一个安心等待的地方 洪梦凯表示将要求一个月内重新规划完毕 并尽速施工 盼年底前能够施作完成 提供给民众一个能挡风遮雨的后车环境 记者回宣泰山采访报道